还有梦想家两个晚上烧掉两亿三千万的市呢 持续的延烧 有没有五级的创办人林怀明重话炮轰 说政府砸大钱办活动 但遗憾什么都没留下来 尽管他没有看过梦想家 不过对于已经下台的前文件会主委圣志仁 他却替他叫区 林怀明意有所指的说 文件会是争取预算筹钱的单位 他认为这一次的这样的活动 不可能是文件会这么低的单位 能够决定的 色彩缤纷搭配流行音乐 这是云门五级创办人林怀明 2011年最新力作 于是两听院百年一文表演之一 只是同样都是为敬重建国百年而创 面对音乐剧梦想家引发漫田争议 林怀明有感而发 最遗憾的事情是 政府常在在活动的时候 花大钱在户外 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搬到户外去 输入了很多的活动 这个事情我觉得怪怪的 那么到底一部作品两碗烧两亿值得吗 林怀明说 那得看能否给观众带来凝聚心 和感到骄傲 而林怀明 有位前文件会主委圣志仁感到不平 他说圣志仁是人才 但工作应该是规划推动政策 文件会也不是办活动的单位 梦想家这件事也绝对不是向文件会这样低层级的单位来决定 似乎亦有所知 我希望大家能够冷静下来 来讨论问题 而不是继续的撕杀 继续的把握 那我就坐下来讨论问题 那么该是哪个单位才是真正决策 林怀明明明说 梦想家的争议与否荡漾 连向来习画如今的艺术大师 也忍不住表达想法 上级新闻 言之刘炳家台北报道